同學,我們回到我們的年月日第二節 剛剛說要大家做了練習,做了沒有? 如果做了,我們就開始對 未做的話,不要開始,不要偷懶 一定要做了,知道嗎? 我們現在開始,拿起你的筆和筆記出來 預備,GO! 好,看看,現在我們有一個九月份的日曆 而九月份,他問你,最後一日是星期幾 你看看,九月三十日是星期六 對不對? 好,接著,第二條 九月第二個星期日是甚麼時候? 星期日在這裡,數回第二格 是不是十日? 九月十日,立即正確 好,這個月共有多少個週末? 週末我們看星期六,行嗎? 1,2,3,4,5,有五個週末 好,第四,運動會在十三日開始 九月十三日,為期三天 十三日算不算? 當然算,因為十三日開始 現在運動日是十三日,十四日和十五日 九月十四和九月十五,你給我寫好 好了,姐姐參加了鋼琴班 逢星期五上課 這個月總共上了幾個週末? 星期六,看看 1,2,3,4,5 有五個週末會上課 可不可以? OK? 大家應該都適合了 不適合的,自己想想為何自己錯了 然後給我改正確,知道嗎? 好,結在後面 做多一兩條,今天我們就完結了 給大家一些功課去做 好,看看下面是五月的月曆答問題 哇,有顆星星,是甚麼? 原來紫陽在月曆的星星說自己生日 看不見到? 所以她生日日期是甚麼? 這裡是多少? 5月,17日 好不可以? 爸爸媽媽都安排在最接近的 最接近紫陽生日的週末舉行 那是哪日? 週末是甚麼時候? 又回到這個問題 星期六,是嗎? 所以這裡,最接近 最接近是這裡 應該不會走回頭的 OK? 所以五月十九日就是最接近 寫下五月十九日 好了,這個月還有幾日? 哇,這個超簡單 一看就知道 你數到一至三十一日 那就三十一日 它有沒有字是沒有寫給你的? 應該就沒有了 那我們三十一天 如果三十一天的話 這個月是大還是小? 是不是大? 大就是三十一日 小就是多少日? 三十啦 或者二十八、二十九 都會有的 甚麼時候是二十九? 二十八是二月 那二十九也是二月 但甚麼時候有二十九? 就是逢四年一次的潤年 還記得我們剛才說過 說太陽轉的時候 公轉 轉一個圈就會三百六十五日 多一點點 所以每四年就會比巴一日 是不是? 好,記得的話 繼續吧 紫陽的爸爸 在五月份 最後一個星期六去旅行 四天後回家 OK? 在甚麼時候回家? 最後一個星期六出發 OK? 四天後 那就是說 去多四天 知道嗎? 一、二、三、四 所以我們在五月三十日 就回香港了 知不知道嗎?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做這些數 是不是? 比我們星期幾的更加簡單 其實連月日也好 星期幾也好 我也覺得是很簡單的 所以我們今天 講解的時間少些 做的時間多些 後面 有三版如下的東西 你幫我今天真是完成了它 不要完成不了 還有 真的要讀出一些字 要學一下字的原因 不要只是問老師 或者問郭Sir 因為你不懂這些字 其實你真的做不到 對不對? 另外 後面還有八條選擇題 選擇題很容易 有四個答案給你 你選對了的 由黑它就可以了 知道嗎? 今天做完 我還有功課給大家 一會兒我會給你們 大家做好之後 就跟我 下星期要交給我的 知道嗎? 今天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覺得我們這個課堂還不錯 我們有Youtube頻道 又有Facebook 你記得叫媽媽幫你訂閱它 或者追蹤它 那你就可以看多些我們 我們那些東西 學多些東西 好不好? 下課見,拜拜